黑色轿车引擎盖凹陷 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 车内安全气囊爆开 零件散落一地 救护车抵达现场 将一男一女送一急救 这起车祸发生在9号上午10点 一辆轿车从8堵隧道 往7堵方向行驶 但才出隧道 就失控撞上分隔岛 先撞倒两根耗质桿 最后撞上了路灯桿之后 整辆车才停下 我都听到声音 人出来的时候人就爬下来 他先走到乘客座去 就那个扶他女朋友出来 他回家吗 不知道我们知识在这边 他们不知道去哪里 你怎么知道 刚才比较好 上午10时接获发堵隧道口 有纠缠事故 本所立即派人前往查看 警察系一名20出头岁的陈姓男子 疑似阳光影响事件 导致操作不慎 致状户旁耗志 车上一名女性有人胸口擦伤 二人送往医院检查均无大碍 驾驶向警方公称 疑似因为从隧道出来 产生了刺眼才会失控治状 但看在民众眼里 却有不同的看法 很短啊 其实都还好 都还好 不会有那种逆光的 消防局救护车赶到现场 将受伤的男女送一急救 至于车祸造势原因 人有带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